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拍摄有图有真相 原标题 竞报 当红人气友像王俊凯现身扶灵白韬拍摄陆川新电影有图有真相 王俊凯来扶灵拍电影了 据网友爆料 昨日12月7日 陆川指导的新电影749局局组现身扶灵区白韬街道建峰大桥开始拍摄有图有真相 拍摄从白天一直持续到晚上白天 王俊凯现身拍摄底 图片来自浮风论坛爱帝 背上有点凉 图片来自浮风论坛爱帝 简单点 图片来自浮风论坛爱帝 知足常乐观 夜戏拍摄 图片来自浮风论坛爱帝 H1车巨戏 749局是一部大制作奇幻动作电影 由著名导演陆川指导王中卫为出品人金牌制 片含三平位制片人更有影帝料凡和人气偶像王俊凯加盟如此豪华的阵容 可以说是让人非常期待了2018年11月 749局在重庆低调开机巨戏 749局是一个真实存在的 专门研究超自然现象的单位而男主就是处理发生 在重庆的某次事件而咱们福领百 抛的八百 以制六合工厂结构复杂迷魂 非常符合该电影的拍摄 如果需要陆川简介陆川 中国著名导演 编剧 这片人 先后毕业于南京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 1999年 陆川编剧的三十集电视连续剧《黑洞》引起关注 2002年 它编剧 导演的电影《处女座》《寻香》在中国影坛展露头角 该剧剧本获得台湾行政院新闻局当年颁发的十大优秀华语电影剧本奖 入选威尼斯电影节竞赛单元 2004年 它编剧 导演的电影《可可西里》 在国内获得华表奖等奖项 在国际获得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等 2009年 编剧并指导电影《南京》 南京先后获得第57届西班牙圣赛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最佳电影《金贵可奖》 第三届亚太影展最佳导演奖 第四届亚洲电影大奖最佳导演奖等 2012年 编剧指导的电影《王的圣殿》上映 2015年9月30日 根据《天下霸唱》热门网络小说 《鬼飞》等编剧指导的电影《九层妖塔》 取得6.82亿的票房 并获2015中美电影节最佳导演 年度电影《金天使奖》 第七届欧洲万象国际华语电影节最佳导演 最佳影片奖 事后剧组还将在白涛进行拍摄 我们也将及时为带来最新资讯 赶快关注我们吧 王俊凯是我们大重庆走出去的明星出了的 你还知道哪些重庆明星 快来留言区讨论吧 我们下期见ク менее昨天正如航纸 今天我们下期见了 我们下期见了